欢迎收看大时代我小孩 今天是3月8号妇女节 那祝大家周末假期愉快 今天台股是涨最后涨了91点 盘中涨了370 来到2万点 恭喜老爷贺喜夫人 那又是沙盘 今天跟昨天的行情有点延续 钟小贤的肋股全面击杀 然后呢 涨台积电 涨台积电涨连电 日月光昨天涨今天就跌了 金元电也是 你说老师他这个盘怎么看 很好看 看你怎么看 当然你说老师那这两天 你的股票也没什么表现 你说就不可以这样啊 你看老师的股票比较稠 你又要把老师算 要把老师教 对不对 你又不是大家都想参加会员 那会员有赚他想要先卖一趟 那也不是我的问题 对不对 包括观众朋友 你想要卖一趟我也没什么问题 重点是接下来怎么做 对不对 下礼拜你要不要做 下礼拜你也想要做 怎么做什么嘛 买台积电你买得起吗 796 没有几个买得起嘛 你买得起 买得起几张 对不对 顶多你也是在那边买那个ETF 那个10块 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看看就好了 有些东西就是你参考一下 那基本上这个大盘 就是你不要预设立场 还是有机会往上走 还是有机会往上走 这大盘这两天都有急杀 那都是杀中小型类股 那昨天老师有点事情没有来 那有很多人都有意见 怎么样 叽叽歪歪的一堆 我说 我公司都没有怎样的 你们是怎么样 要有什么意见 你都不可以有点失事 要去处理就对了 好股要出头 你要买好的股票 我是个人建议你 说那你 很多人说 老师那我买台积电 就好了 买连电就好了 我说你买台积电连电 就不是我们的菜嘛 你高兴去买就去买嘛 对不对 300块的台积电你不买 100块的台积电你也不去买 你要买790几块的 你想要赚多少 我也是笑笑 不要骗了啦 市场我们待很久了啦 你懂为什么 不要骗了啦 很多人他是说老师我跟你讲 我就懒人投资法去买ETF 我跟你讲 这两天行情会这么乱 就是那些ETF有新的两档ETF要发行 我跟你讲这些人都很明显在作弊 你基金发行还没都还没开始发行 当然他就已经把他要投资的标的都公布出来 这样对吗 所有人都去蹭嘛 所有人都去买嘛 先买嘛 对不对 买了以后发生什么事情 到时候你去认购的时候 你的钱会到基金公司基金公司 下来市场买的时候买贵了啊 这才是真相啊 怎么会ETF发行前先把标的先公布出来 乱搞嘛 你应该是发行了 上市了 对不对 定期去公布你的投资组合嘛 怎么会还没有开始买 你就已经公布你要买什么 摆明炒作嘛 因为一下动用都是上千亿耶 那两档ETF都是上千亿耶 上千亿的资金要进来 要买那特定的几档股票 那几档股票不涨停满才怪 所以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这都是很明显的炒作 然后金管会完全不管 装瞎啊 跟管壁林一样 我们要支持台巡 我们要支持台巡 这样可以跳针讲气子几次 人家问他什么他就讲我们要支持台巡 这有在管事情吗 没有 你可以怪他吗 不能啊 他们520全部都会被换掉啦 我跟你讲 赖皮哦 不会让他们这些人在那边鬼搞啦 那都是蔡英文的人 不会让他们鬼搞 你看加币起 早上开盘 涨7%了 创新高哦 直接杀到跌停 他才涨20几%而已 直接杀下来 他这波波乱涨20几%了 他一月份获利0.79是去年同期的7倍 7.7倍 还好他尾盘跌停板全部被收走 跌停板被收走我看也还是有戏啊 你股票你要看清楚 这股票跌停板 全部被收走还有戏啊 如果说今天有些股票跌停板锁很紧的 那有时候你要小心一点 那可能是你要去看他之前是不是涨太多了 因为这一波上来 有些股票真的飙得乱七八糟了 然后你再去看一下 那个二月份的营收公报 公布到底是怎么样 有没有很糟糕啊 那今天台股最后是涨91点 那指数金鉴2万点 2万065点 那本土业内是在做大逃杀的动作 就是你看到那些神盾集团啊 或什么上药集团啊 这股票杀乱七八糟 所以你要小心一点啊 尤其是散热族群啊 那是小心一点啊 你600多块还去买双红 你脑袋到底是不是有问题 我搞不懂 你自己要看清楚 那聚焦各股的财报啊 那有些 有些他配股已经出来了 有些配股 你像富士达的还配五块 配五块涨到快一千块 这样对吗 这个好像殖利率 比台积电还要糟糕耶 糟糕一百倍啊 反正就是筹码的关系 它可以涨到那么多啊 所以有些有时候你要去看一下 因为有些股票这两天跌停板 是有原因的 你像M31也是啊 连跌两只停板之后继续下来 为什么 它没办法止跌啊 因为其实炒过头 有些股票是炒过头啊 那EDF的新的发行 成分股给人家先公布 那有点造成这些成分股大波动 所以你要去小心 因为我觉得那是有点挖坑在给你们跳 那当然有先知道了 你先买的人当然很爽啊 对不对 你像他先公布要买长龙 你看长龙从140涨到今天180几 对不对 那180几的新的基金核准下来之后 开始下去买 搞不好买190 那你去认ETF的人会赚钱吗 不会赚钱啊 一认马上就套了 我给你马上就套了 那你这要看清楚啊 你有一些股票真的 当然老师 你预解昨天股票也不是杀跌停的 我说我也不知道是谁杀的 所以我看了进出表还好啊 我们在注意的那几个大户也都没走 杀下来 那北辰哥也没走 昨天外资还下去买 跌停买 跌停买是人家买走啊 跌停买全部被收走啊 那买400多张 所以 你看今天这些小型股在跌的时候 他就不想跌了 他也不是很想跌 所以他有先回档 你来去看 有些股票这两天顺势做回档 那回档他回测前波支撑之后 如果有支撑的话 应该还是有机会 应该还是有机会 如果说你认为没机会 你就赶快砍掉 因为其实也没差啦 因为我们二十几块买的 你说老师 那什么时候会涨到四十块啊 或是什么的 基本上哦 怎么做大家都不满意啦 你二十五块推荐了 涨到三十七块四马五 也是认为说 因为你说会四十啊 所以我每天都期待会有四十嘛 所以我跟你说我三十七才买 你不是贪而已 一有贪又不要脸 又装不适智 真的蛮糟糕的 我在讲有些投资人是这种心态 既贪心又小气又不要脸 然后寡连闲持还说 我跟你说 我觉得你讲的一定对啊 所以我觉得怎么样怎么样 二十五块涨到三十七块四马五 这两天行情不好掉下来 然后就说老师怎么样怎么样 还好意思说老师叽叽车车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你这边就看到节目啦 为什么这边不买 你说你这个时候才看 不要那么不要脸嘛 不要脸当饭吃 投资市场没有人家这样子的 没有人会去买单这种人 讲的不要脸的话 你懂我意思 所以这边震荡一下 搞不好过两天真的上四十呢 那是不是我好棒棒 然后你又这两天又杀掉了 我都知道你说的 所以我说投资人我看很多了 你真的相信我的 你跟着我一起来 你不用怕 这个行情也还没有结束 脚踏实地一点 不要在那边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在那边欧生龙肚 欧白乱讲 我觉得那种投资人 赔钱刚好而已 我们也不会去同情他 你像有些投资人 他刷了QR Code 对不对 你口气好一点 我们该跟你讲的会跟你讲 你口气不好的 又是酸民 又是这么叽叽车车的说什么 别的老师比较好 那别的老师比较好 你就去跟别的老师嘛 在我们这边胡闹什么 对不对 恬不知识 对不对 你有没有念过书啊 我觉得有些人为了要赚钱 寡怜贤耻习惯你知道吗 不要脸习惯了 跟这些塔律班一样 不要脸习惯了 所以我们看看 看多了啦 不要说老师讲话直接 你可以的 你跟着我们来 能不能赚钱 有时候也是市场来做决定 运气好 我们就一波赚到底 运气不好 可能就忍耐一下 你像深醉这两天也是拉回 你去看他营收的不好吗 营收出来也是不错 你看这个底 半年没有涨 你说他突破 突破之后压回 突破压回之后量缩 还是有机会再上 这股票就是这样啊 突破拉回 突破拉回 那有机会再往上走再缩嘛 对不对 那如果说公司不是很差的话 基本上也不用看得太坏 对不对 那运气好的时候 有时候一波喊上去就赚一倍啊 那你要我怎样 对不对 赚一倍 我有说所有会员我们会费都收你一倍 所有的观众朋友 你没有缴我50万 你不能讲话 没有啊 一步一步做印证嘛 一步一步做印证嘛 你像这两天这档股票也是突破之后做压回嘛 压回就压回嘛 压回你要去看哦 我讲的是不是真的嘛 前三季赚一块五嘛 对不对 如果他财报敢做假的 那我没有话说 这都已经公布了 去年前三季赚一块五毛七 如果我算的是没错的话 是去年应该赚两块二嘛 那两块二的话 他有能力配两块以上啊 配两块以上 24块你为什么不敢买 你心里面有鬼嘛 我跟你讲很多投资朋友 他是心里面有鬼 我告诉你 我给你推荐的股票 以饥渴来讲的话 他怎么样都比成名店 比振发 比我之前推荐的振发 比我之前推荐的续品还要好 这是我可以跟你讲的 其他部分 老师今天行情不好 他要跌下来 跌下来很好啊 你之前没有买24对不对 没有买到起张点 现在压回压回 这是给你一个机会嘛 这是给你一个机会 不知道你怎么看啊 其实我们也是笑骂游人啊 但是有些人就是天生是不要脸 那我们就不跟他一般做见事 你就要注意我讲的 如果他可以抢到秦成的订单 我跟你讲 他就不是二字头了 确认抢到的话 一定会有人先知道 而且把股票全部收走 到时候我们就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我们下周一见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目资料仲氏 企创 目资人生 Cert去没有 如果我们有优 disappoint 我们就等下周我們 阻塞 手 傾 园